其實傳統這種和理非非的遊行示威 經過預測運動之後 已經失去了過去的那種力量 但是都是一種態度 我們現在面對這個戰爭 文化戰爭是非常嚴峻的 所以有什麼機會都要用 這樣才有少少機會產生奇蹟 例如多元的抗爭 例如進入社會 或者多點關心自己的社區 或者關心政事 甚至乎現在的票債票償 甚至乎佔領 勇武、本土 對我來說是沒有矛盾的 我覺得藝術家永遠是在社會的感性敏感的一群 他們是一個先鋒 我又不會覺得他們特別需要有責任去帶領 因為因應過日而異 但是絕對是他們有這樣的能力 去將一些平時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讓大眾看到 例如透過藝術 去讓別人將很複雜的政治狀態 社會狀態 社會狀態 視覺化 這件事就會觸動到大眾的情感 我覺得已經變成 由被迫的狀態去參與 變成我的日常 我會覺得這個狀態會越來越惡化 我覺得越來越需要多些人去反抗 就算雖然可能成功的希望很少 但是如果你什麼都不做 就肯定會輸 雨傘運動就告訴我們 它的成功之處不是在於說什麼 否決政改 雨傘運動的成功之處 就是將香港人的優美的特質帶了出來 是要經過雨傘運動 在佔領區那裡親眼見到才相信 這次反而我抽離小小子一個觀察者 因為我自己寫的論文都是關於藝術與社運 我從一個performance的角度去看 看看大家如何透過一些 所謂我叫做展現性的實踐 去表號 如何去探索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 在後殖民時期的一個即生港文化身份 由天星到天星中樓 跟著草原村 其實有很多藝術家參與其中 可能之前是比較散的 去到那裡突然有很多結集 去做一些事情 就算現在其實在很多社會運動裡面 都會看到藝術家在裡面 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可能未必 之前是會站得比較前 現在可能又會站回去一些 可能不是不前的 不過其實大家說 深間社區 說真的 藍屋啊 活化廳啊 這些幾年前已經在做的事情 所以其實走得更加前的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是有需要去做搜尋 去看看 原來有些事情這樣做了 我們其實未來的路 為什麼繼續走呢 我覺得那個可能不可能做不做的 不可能任何時候都在不停地走 不止整個社會的狀態 我想每個人都要開始挺難的 尤其是政改 口缺了 可能是因為很好笑 大家就好像有一點能量 我想 我想大家 有些人又說兩邊都是輸的 又或者其實好像突然 沒了那個議題 大家怎麼繼續 繼續 這個球繼續怎麼滾下去呢 這個其實是很多東西 整個社會都要再調節 到底怎麼去應對一個這樣的環境 我們今天有時間 我們今天有吧 我們有可能會 far 尤其他人 考慮了 到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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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